大家好,欢迎回到谈谷论金,我是老潘 这两天有点忙,所以没有来得及做这个视频 上个星期的时候,S&P500是出来一个吞噬型蜡烛 意味着接下来几个星期回调的可能性仍然是很大 上个星期我已经说过了,所以这个星期它是稍微往上反弹了一下 现在又继续往下掉 还有三大股指都是一样的,基本上都是出现同样的问题 纳斯达克是有一条上行,RSI有条上行的支撑线 现在已经掉破了,就在这个地方掉破了 掉破之后就意味着它在价格上也有可能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首先它会回来回撤到接近13300多点这个地方 就是这边有一个弱支撑 然后有可能会掉破这条支撑线,价格上支撑线 甚至这个地方应该是这样画的 保守一点的话就可以这样画 如果你是奔放一点的话就可以这样画 但它回到这个12000多点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 这是纳斯达克 还有这个道琼斯也走得并不漂亮 我们就不看了,反正三大股指都走得非常的差 特斯拉现在正在向大家想要的价格行进 它现在是开始掉破它周线上的这条支撑线 掉破之后就意味着价格有可能会做同样的事情 价格很有可能会过来回撤这条上行的支撑线 现在是形成一个头肩底刚刚掉破它的价限 就是日线上的话可以看出来 头肩底刚刚掉破它的价限 现在呢在价限的下方运行 很有可能会去刺探下方在220到230之间的这个区域 为什么是这个区域呢 因为这是它的一条中长期的下行支撑线 之前是在这是压力线 现在变成支撑线 所以才回来回撤到这个接近210到220都有可能 所以大家可以拿好现金准备抄底特斯拉 我最近买的呢 主要是这个迪斯尼 迪斯尼仍然是在一个低位震荡 还有这个大马股是之前在下方上方这个地方我买入了 然后在下方这个地方又抄了一部分底 现在往上冲了一波之后呢 就卖掉了一部分 在下方抄底那部分已经卖掉 拿手上拿着仍然是之前在这个地方买入的那些仓位 所以呢暂时不需要动 刚才有个我们的会员朋友刚问这个迪斯尼 我认为迪斯尼呢 现在是买入的非常好的时机 这个从月线上来说呢 有一个底背离 就是RSI在往上走 价格呢是在往下走 月线上得被离一般来说要出现反转 估计没那么快 估计还要几个月 甚至要长的时候 甚至要几年的时间 才会涨起来 但是迪斯尼呢 盈利能力相对是可以的 迪斯尼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它的流媒体 烧钱烧得非常的厉害 迪斯尼plus烧钱烧得非常的厉害 但是它的这个主题乐园仍然是非常赚钱的 所以在未来的几年 我个人认为这个迪斯尼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的标的 好 其他的这个股票 我们就不多说了 这个基本上都是在回调当中 特别是Meta已经是应该回调很久了 但是现在呢 它回调的力度还不是特别的大 我个人认为在掉破这条上行支撑线的可能性 几乎是百分之百要跌破 其他的东西我们就不多说了 我来看一下比特币 比特币受前几天呢 在它上涨之前 我在我们会员群里面就发了一个消息 因为它在日线上的形成了一个底背离 再从这到这儿啊 价格再往下走 RSI呢 有一些背离 这两个点基本上是一样的 所以呢 就让大家抄离一部分的 抄离一部分的 然后就涨到这个三万多 涨到三万左右 现在呢 由于受到股票三大股指的影响 它也跟着一起回调 那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形态 就什么形态呢 就是在一个下行区间中运行 然后突破这个下行区间 突破了以后 重新回来回撤 现在正是一个回撤的动作 回撤的时候呢 走的回撤的厉害的时候 甚至会掉破 重新回到这个地方的低点 然后再继续往上走 这是一种非常极端的情况 经常常见的呢 是会在这条支撑线 之前是压力线 现在变成支撑线 会在这个压力线的上方运行 然后再继续往上走 现在比特币呢 是暂时在一个中性 RSI中性的位置 在这个地方震荡 我个人认为 它还会在这继续震荡 给这个山寨币带来一部分的机会 比特币的占比 这两天由于比特币往上拉了一波 就导致它占比有所上升 但是在周线上 它的占比仍然是一个掉破了支撑线的一种形态 也就是说下面的几个星期 比特币的占比有可能还会再继续往下掉 现在只是暂时的一个反抽 反抽结束后会继续往下走 重新去刺探在48%到49%左右 这个比特币的占比 对于山寨币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所以今天比特币往下掉 这些山寨币呢 并没有往下掉的特别的厉害 OP解锁之后呢 终于反弹了 终于开始往下掉 现在呢 感觉是刚刚开始往下走 这个星期如果它继续形成这个蜡烛的话 就是一个吞噬型蜡烛 周线上吞噬型蜡烛 有可能意味着OP要重新回来回撤 这个1块2到1块3左右的价格 其他的山寨币呢 我就不多说了 以太坊对BTC 仍然是行进在一个下行的区间当中 什么时候突破 就看这个庄家什么时候开始拉盘 在下方这个地 在这个区间里 里面走的时候 是大家买入这个以太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刚才是以太坊对BTC的这个交易队 现在是这个以太坊对BTC 对USD的交易队 现在呢 它在周线上有一条下行的 一条压力线 最近有可能会去突破 所以说以太坊的价格呢 有可能会比比特币要硬一点 特别是在这个比特币占比的情况下 往下掉的情况下 其他的山寨币 我们就不多说了 我还买了一些这个Matic 这两天是涨了一点点 但是也没有涨太多 我手里面仍然拿着这个Matic跟这个迪斯尼合作 所以呢 他好像还跟另外一个什么东西合作 所以这个Matic呢 在这个低点的时候 是大家一个买入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好 那其他东西我们就不多说了 祝大家这个心情愉快 我们就在下一次视频中再会 拜拜